台南市区有嫌犯当街持刀抢劫 在今天下午一点多 一名男子在街头徘徊 看到两名外籍一公经过 立刻持刀冲上前架住其中一人的脖子 在抢走了包包 索性两名被害人趁乱逃跑没有受伤 目前警方已经逮到持刀的嫌犯 正在厘清是随机行响 还是双方有其他的纠纷 穿着黑色T恤的嫌犯 把手搭在条纹上衣男子的肩膀上 原本还在交谈 但走没两步路竟然当街持刀攻击 嫌犯拿刀架住被害人脖子 眼尖对方拼命抵抗情绪更加失控 互乱之中大力强下包包 却还是不肯放手继续持刀追逐 事发在22号下午一点多 台南市北门路上 当时两名外籍一公 突然遭这名黑衣男持刀攻击抢走包包 索性两个人趁乱逃跑没有受伤 这一幕实在吓坏民众立刻报案 警方赶到场马上在300公尺外逮人 还发现他依然拿着刀蟹到处乱晃 悬崗意图刑抢下一个目标 在北门路上将30多岁陈嫌查破到案 全案依强盗罪嫌侦证办中 只不过募及民众表示 男子已经在周遭闲晃了好几个小时 最后锁定两名移工刑抢 到底是随机抢劫 或是双方之间有其他纠纷才会迟到攻击 方案動機警方還在持續釐清